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系列课程 我是主将老师布鲁 通过上演的学习 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连接好的socket上面 实现一些简单的输入和输出 也就是我们上节课所实现的基于TCP IP协议 用我们的socket套节制编程 完整的模拟了一次HP协议的请求 到上节课为止 也基本上把我们客户端socket的相关的支持 也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而我们本讲的内容将会重点 介绍我们的服务端socket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 我们的服务端socket 首先我们服务器程序 一般来说它是部署在我们的高端服务器 或者说是我们的PC上面的 随着我们智能手机性能的不断提高 也可以将一些计算量不大的服务程序 部署在手机上面成为一个移动服务器 部署服务的手机一般来说 会通过我们的WiFi连接到无线路由上面 这样的话 手机就可以通过无线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 与其他的计算机或者说智能收费进行通讯的 而我们的服务端socket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Server Socket Server Socket的对象用于将服务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进行绑定 只要把你的IP地址和端口跟这个Server Socket对象进行了一个绑定 那么它就是我们的服务端socket 从而使我们客户端可以通过同一网段的IP地址和端口号访问服务端程序 请注意一定要是同一网段下访问它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因此我们的Server Socket也称之为服务端socket 主要用于实现服务器的程序 好的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想实现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这个应用程序就是在手机上的服务器 我们在手机上实现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通过我们计算机上面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来访问确保两者确保我们的浏览器和我们的计算机 确保我们的计算机和我们的智能手机在同一网端下面 然后通过我们浏览器这样一个客户端 来访问我们手机上自己定制的一个服务器 好的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写代码 这是今天的我们的项目工程Socket Demo3 然后我们看一下老师已经完成了最基本的一个按钮的初始化和实验的绑定 这个按钮的话它是叫做Star Server的 也就是把我们的服务器起起来 起的就是一个手机上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的重点肯定是在我们的按钮当中写按钮事件 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起一个服务器Socket 我们还是像上节课一样吧 起一个线程起来 也就是我们的新建一个我们的叫做什么呢 比如说是Server的Socket的一个Thread 然后继承于我们的Thread 这样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然后继承于实现以后 继承于Thread以后 我们的构造方法 这里不需要做一些相应的重载 直接重写它的run方法 我们的ServerSocket起起来以后要干什么呢 首先没什么好说的 先溜一个我们的ServerSocket 我们的客户端 我们的服务端Socket 我们服务端Socket溜的时候 直接通过构造方法就把它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以后 这里有一个异常把它抛出来 然后这个ServerSocket需要与指定的IP地址和端口号进行一个绑定 对吧 我们跟谁绑定呢 跟着我们当前的手机进行绑定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绑呢 ServerSocket.bund 这有一个bund的方法 传的是一个SocketAddress 直接留一个Int Address 这里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host 第二个是也就是我们的portIP 也就是我们的端口号 这里端口号我们随便指定一个1234 这就是我们的端口号 那么我们的IP地址从哪里来呢 请注意 打开我们的这软手机 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设置 我们进入我们的网络设置 看一下当前手机的IP地址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IP地址是192.168.56.110 192.168.56.110 这就是我们当前手机的IP地址 把这个东西和我们的ServerSocket做一个绑定 并且指定的访问端口号是1234 好的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IP地址端口和一个Socket之间的绑定 第二个可以理解我们的ServerSocket已经有了 有了以后 我们的服务端Socket这样有了以后 一般会做怎样的操作呢 一旦当我们的服务端Socket提起来以后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监听 监听什么呢 监听客户端的连接 我们一直在等着客户端来连接我们 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在等 那么是什么 是一个while true 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循环 监听听什么呢 听的是我们可以看一下ServerSocket点 这里有一个accept 它接收的是一个Socket 就说我们等的是我们的服务端来 等的是我们客户端在连我们 连了以后就会得到一个Socket 就这么简单 我们的服务端Socket一旦齐起来以后 就会在一个while循环里面不停的去等待 等待谁呢 等待客户端做一个连接 这个accept方法是一个主色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的话 是不会主色在这里 不会执行后面的代码 一旦有客户端Socket连进来 才会往下走 一旦当我们的客户端Socket连进来以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中间的Socket 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洗了一下 其实这里很简单嘛 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服务器 一旦有客户端Socket连进来以后 我们就给它一个响应吧 比如说我们就给它一个 我们的response 比如给它一个提示吧 其实什么呢 你已经连成功了 connect success 就告诉我们的客户端你连上来以后 我们就告诉你你连成功了 那连成功这个信息怎么写给它呢 Socket.git是我们的outputstream 给我们的outputstream.write写进去 直接写一个buckle输出 就是我们的remind.git bytes 一旦有客户端连接我这个服务器 那么我就会告诉他 connect success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serversocket thread已经写好了 那么我们的按钮的事件怎么来写呢 直接留一个serversocket thread 点star把它跑起来 最后一定不要忘记什么 我们的socket用完以后 一定要记得把它close掉 我一再强调这个问题 好的 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了 看一下我们的运行效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这个按钮启动一个star service 同时我们的server现成当中 绑定了对应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等待客户端向我发出链接 一旦客户端发出链接 我就打印connect success给我们的客户端 好的 点击我的star service 我们的服务器就起起来了 我们就访问对应的这个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了 192.168.56.10.1234 这就是我们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大家可以看见在这里打印了connect success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给我们的反馈 到这里为止 也就是实现了我们手机模拟一个服务器 让我们的电脑上的浏览器模拟的一个客户端 访问这样一个服务器 并且得到服务器响应 打印出了connect success的整个过程 这也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